年关将近萧小猖獗 这名男子很不幸 就被窃贼给锁定 把家中值钱的首饰 全给偷走了 被窃就算了 离谱的是这名糊涂屋主 被盗四天后 为了将洗好的衣服 放回衣柜中 意外看到存放首饰的抽屉 被破坏才惊觉 东西被偷了 他偷走东西还是给我原样附回了 糊涂屋主表示 现在仔细回想 四天前就有邻居在墙上写着 注意小偷出没 但当时回到家中 看到物品摆放整齐 就连平板电脑都原封不动 放在床上不以为意 没想到碰上了精明的小偷 犯罪完还会打扫 犯罪证据的指纹 恐怕早就被破坏殆尽 记者综合报道